其實大家好 我叫蔡仲涵 我們那邊有幾位阿美族的團隊 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知道有阿美族 但是什麼叫阿美族大概也搞不清楚 不是很認識 因為我們阿美族對自己的阿美族也不是很認識 所以稍微介紹一下什麼叫阿美族 阿美族就是我們南島語系的民主之一 現在台灣原住民十六組裡面五十幾萬 阿美族就佔了二十一萬人 人數最多的 那文化我們是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所以比較懂得怎麼樣跟大自然平衡生活在一起 然後各族群都跟一樣 都有一些分享 我們常常靠海吃海 靠山吃餐 所以我們到海邊 年輕人到海邊去抓魚蝦的時候 他就回來 回來老人家會問說 你已經抓了多少的魚蝦 我們看到桌子就有三個 那個山是我們最大的數字 因為那個山可以 整個部落的人都可以吃得到 多如我來講 只有三隻 但是整個部落都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那個山是一個最高的數字 所以我們這樣一個分享的文化 我們現在台灣在原住民族語的推動非常的盛行 所以我說我們在座包括我自己 我們都靠祖先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在生活 今天我靠這個也是祖先留下來的遺產 靠他來生活 所以昨天嘉利蘭還跟我講說 他在網路上看到那個阿美祖的筆底 阿美祖的業趣很豐富 但是我們今天一聽到說筆底 就想到是排環組 但實際上阿美祖的雙管的筆底 早期是非常的豐富 但是我們現在大概都幾乎慢慢的忘記了 所以我們現在靠著祖先的文化遺產 留下來的東西 有木雕編織這個常用的 木雕也是木雕 各位如果想去看更豐富的 到東海岸 在都蘭那邊 以前的唐廠 那邊的文化的 那個藝術家 住村的藝術家在那邊 然後那一邊 大概夏季這個時候 常常會辦音樂會 所以這個樂器 音樂 記憶就不用說了 歌舞 尤其現在從台東 一直到花蓮 是阿美祖的豐年祭 豐年祭 那語言 今天我們也要講的 那個蘇烈跟捕撈都是 阿美祖過去 祖先留下來的 然後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很豐富的 這個史前文化 比如說東海岸的這個 進捕文化跟巴仙洞文化 巴仙洞文化 有人說 早期這個史前文化博物館 考古學家在考古的時候 劉宜昌他們在考古的時候 大概有一萬年左右 但是最近 再重新在整理這個巴仙洞 考古遺址的時候 有一萬五千年的歷史 而且已經知道 一萬五千年的歷史裡面 已經知道要用火 要用火 所以 這些文化 這些文化在整個東海岸 有很豐富的這個史前文化 在那個地方 所以各位有時間了 東海岸 開車慢慢走 不但可以欣賞海邊的風景 又可以 欣賞到這個 史前文化的一些古蹟 這個 就是我們跟著這個 維基百科的需求 當然我們是 我們團隊 阿美組 我說剛剛阿美組的人口 雖然很多 我們要真正要去做這個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 不是很容易 等一下我會講 為什麼不容易 等一下我會講 但是我們經過 這一段時間 這兩年多的時間 我們已經把各國一百多個國家 翻成阿美 翻成阿美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百多個 一百四十幾個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各位要知道 我們原住民有語言沒有文字 所以我們使用文字 大概不會超過二十年 所以我們最大的困難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百四十幾個 國家翻譯 但是不是只有國家 我們也翻了很多的 文化的 或者部落的 藝術的 都有翻過來 所以一百四十多個國家裡面 我們也會介紹 他們的文化的內容 跟一些 他們的祭典 跟一般的生活 我剛剛說要講的就是 困難在哪裡 我們大部分是參考 漢語、法語的 這個維基百科 像有些時候 我們也會參考日語的 或是英文的 大部分都是以法語 但是法語跟阿美語的語法 跟語氣剛好顛倒 比如說法語很簡單 我愛你 就愛到底了 阿美俗話就很麻煩 他的動詞在前面 動詞在前面 我翻譯 直接翻譯中文的 我的愛在你那裡 這個 我們世界這樣講的話 大家聽不懂 什麼意思 我都愛在你那裡 但是如果阿美語這個 他就是這個 這個意思 因為剛好他的語氣 與法 剛好顛倒 剛好顛倒 所以 如果各位 到我們原住民阿美子的部落 突然有人說 我的愛在你那裡 你就高興一下 那個就表達說 我喜歡你的意思 好 這邊 太陽下山 以前我們到蘭� 那個蘭嶼的人很神奇 他說 太陽下山 我們蘭嶼沒有山 我們蘭嶼是太陽下海 我們的概念也是這樣 阿美子話 漢語的華語的太陽下山 我們叫太陽全下去潛水 那這次為什麼 因為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靠海 常常會下海潛水 各位知道 不管你用浮潛也好 深的潛水也好 潛水一定要上來 不然你就溺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概念 生活的概念 轉移到這個自然界的 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 那個太陽是潛下去 因為潛下去 第二天還是會這樣來 大概是 用這樣的一個生活的概念 來跟 表達我們的語言的東西 所以我們靠海 常常動不動就下海 所以是潛下去 而不是下山 其他這組織 我聽說那個布農祖的 他說太陽是翻山 翻葉 葉過去 所以還不是下去 因為下去 所以有兩種結果 一個還會上來 一個下去就潛下去 沒了 對不對 所以布農祖說 他不講太陽下山 他說太陽翻山過去了 對這樣的意思 所以 台灣原住民在表達這樣的一個文字的時候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就會 常常會出現不同的語氣 所以我們在翻譯就推敲這樣的東西 再一個 再一個 我們現在因為跟漢人 跟白人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所以常常會混在一起 台北 很順 很順 沒有禮貌 什麼叫沒有禮貌 漢人會講說 怎麼會沒有禮貌 那個禮貌不是漢語的禮貌 我們說沒有禮貌 禮貌是沒有時間的意思 所以常常會有華語跟阿妹語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翻譯的過程裡面都要考慮到這樣 所以我常說 等一下可能也會提到 就是華語跟阿妹語 阿妹語跟華語 我們這兩種語言都要很精通才可以 那既然華語要比較精通的話 就要找一個我們的團隊 叫我馬沙歐他以前當過牧師 他的阿妹語比我行 他的華語比我行 所以我們請馬沙歐來講一講到比較精通的部分 謝謝 我接續要講的時候順便 我們兩個穿的衣服 已經在做廣告了 那我戴這個袋子就表示我是阿妹族 剛剛聽到蔡總盤教授所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也有很多的例子 在我那個時候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 剛好就像最近有很多的阿妹族的子弟 好像都參加了什麼國際的一些競賽 他得了名 他就說他是阿妹族人 他說阿妹是娃娃 他的這個語句從法譯裡面講出來 就是說阿妹族的孩子 其實阿妹語不是這樣講 就有一次 宜蘭那邊的一個阿妹族的縣議員 他也用這個語句去講說 幫助娃娃跟阿妹是娃娃 這個我就修正他的語句 就是 娃娃的幫助 就顛倒下來 就是孩子在前面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名稱就在後面 他就說 我們就是這樣學來的 好像我們自己阿妹語的語句 都是變成從華語來翻成阿妹語的 其實在這個現代的小孩子 都幾乎他的想像 從阿妹語的語言去表達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像我們這個老一輩的阿妹族人的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詞句來講 所以很多的困難度就在這裡 但是有一天我在鄉村 他也有跟我以前的一個年紀一樣 他說大下語 嗯? 大下語我們聽得懂嗎? 我們的華語一定是說下大語 他就用直接用他的阿妹語的語言來講什麼 華語 大大安掛歐拉 就是 語在前面 然後大那個就在後面 那 他就用什麼 他 他就用那個什麼 那個 直接用阿妹語的語句講那個華語 大下語 其實 我們的阿妹語就是 不是這樣講 那可能他的程度 華語的程度不是很高 那 當然 很多的時候在做翻譯就有很大的困難 我繼續再講一個 比如說我們常常 從台北要下去花蓮到台東的時候 就從台東那一 從花蓮站 進花蓮站開始到台東的時候 總是有一個 他說 那個 比如說 花蓮 快到了 比如說花蓮快到了 他華語就這樣講 英文也這樣講 台語也這樣講 然後客語也是這樣 可是阿妹語他就不一樣的 會顛倒的 可是他在火車上的翻譯就有一點錯誤 所以我們聽了以為他是這樣講 其實我們不要學他那個火車上的阿妹語 其實他是顛倒的 他是用華語的 他顛倒的講才對 可是他就沒有人修正啊 我也不知道要找誰可以做修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語言的困難度 就是 就正如 蔡總管教授剛剛所講的 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 這是我家的小權 小權 怎麼講呢 這個小權是不是指孩子的意思呢 可是我們 阿妹語會想到說 是那個什麼 就是一個小狗的意思啦 小權 我們是講說是我的小孩子啊 那個小小的孩子 法語是這樣講的 結果我們阿妹語聽了以後 就變成是那個我家的小狗 是這樣子的 那個 是 很多時候我們 法語跟阿妹語的 不對稱的語言就是在這裡 正如這個 阿妹語就是沒有 阿妹語就是沒有 那個 故 這個介指的 講話 話語 是 阿妹語 沒有 講話 這個意思是 沒有話說啦 意思是這樣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維基百科的團隊裡面 我們確實都 必須要掌握阿妹語跟華語的 的一個 一個 怎麼去把 這個 從華語或是從英文 從日文的 語言來去 翻成阿妹語 那個是 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們的團隊 有的時候就寫 人寫了以後 我們會再重複看 會去審核的部分 大概是只有兩個人 就剛剛蔡教授跟我兩個 那要花很多時間 從這裡有再做一個解釋就是說 可能英文 我們這個國際語言 英文 西班牙語 法文 德語 日文 跟華語 你 從維基百科裡面 點一下那個什麼 英文的 他會 你再按一下那個 點一下那個 中文的翻譯的時候 他就 他直接就翻成什麼 中文 可是我們 阿妹語 不可能 因為那個是地方語言 就是少數的語言 所以 他不可能很直接就從 英文翻到阿妹語 然後就是說 中文翻到阿妹語 滿困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從一個字一個字把它翻成阿妹語 需要花很多時間 越翻越懶惰 會形成這樣的一個出發點 大概是做這樣的一個 而且我們 我們 早期使用的語言跟現在使用的語言 是一直在農業社會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也很少使用的 因為都是機械化的現代 那過去的那個 有牛的那種耕作 我們就不常使用那個語言 所以 這個語言常常做 就越來越少了 不知道要用什麼語言 尤其是現在很多的 語言都是心詞 我們就會借助那個 蔡宗涵的阿妹語盟點 線上我們就可以去上網 我們就有這個字典來去做參考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新創詞的一個詞彙 那我們一些比較不是很 怎麼講呢 很少有這個語言的 新詞就找不到 那我們必須怎樣呢 我跟蔡教授兩個人 彼此會交流 你怎麼說 我又怎麼說這樣 彼此的交換意見 有的時候 蔡教授有時候會找我 他叫我先做那個 心詞的一個 傳給他 之後他再做交流 交換意見 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阿妹語活字典 阿妹語的活字典大概 活字典大概也是 我跟他兩個 一直在做這個 平常善用於阿妹語的 口說的部分 就很多過去老人 還留下來的語言 都還在記憶猶新 那很多的年輕人 比如說長期多年在都市居住的阿妹族人 可能已經忘記了 在鄉村 原鄉 的語言了 大概都會 剛剛蔡教授講的 那個沒有禮貌 那種說法 就大概是一半的華語 一半的阿妹語 所以這樣的一個部分 就比較難找到心詞 剛剛開始蔡教授找我 是因為我們也在做一個翻譯 就是原住民基本法 他在做翻譯的時候 他就找我 他問我說要同時翻這個 很多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語言發展法 這樣的一個法條 來做翻譯 結果他後來 我們翻完了之後 翻完了之後 他就找我要做這個 維基百科的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翻譯 常常讀了一篇文章 都是華語的 有的是從英文翻到華語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篇的故事 我比較喜歡 不喜歡直接 既然學會 我也會稍微會讀一點英文 但是華語的部分也是 可是我希望說 這個英文的或者是華語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翻成阿美語 來讓更多的族人 學會讀這個阿美語的文章 我是用這樣的一個出發點來走的時候 我就 就很多也在參與著 也就參與了這樣的一個 維基百科的阿美語的翻譯 像這樣的一個方向去走 當然維基百科是一個 一個什麼 可以進行文化交流的 合作的一個平台 然後保存原住民文化 和語言傳承 族情的智慧 讓世界到台灣文化 加深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很了解 促進阿美族 以文字 建立文字資料庫 這樣的一個發展來走 它的走向是這樣 那我們目前 從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也發現了 我們只是在這樣的一個 這一段時間裡在做 維基百科的翻譯 我們只是在這樣的一個 那我們將來 在今年或是到明年的計畫 也要 它的阿美語的維基百科條目 要超過一千兩百個條目 來做一個發展 這是這樣的 我們的社群的參與 當然很多想要做翻譯的人 但是很多時候這個語詞 都會找不到 會先做一些交流 當然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發展裡面 如果站在一個阿美族人的想法 很難去理解整個國際 或者是整個現代社會的一些知識嘗試 但是我們彼此之間會做一些交流的一個過程 未來的發展呢 我們好像一個比較很保守的方向去走 當然要花很多時間 尤其在這個阿美族語言的文化跟發展裡面 怎麼樣把一個語言文字化 那是一個相當困難的 到目前為止 原住民就是這樣 而且是阿美族人 阿美族很會講華語 也很會講台語 也很會講英文 各種的語言 但是偏偏就不喜歡學自己的語言 目前是這樣 已經是瀕臨的一個語言 那怎麼樣把這個語言復甦起來 當然是要從這個什麼危機裡面去做一個切入點跟發展 大概是這樣 我們希望是在座的各位也有更多的 給我們很多的鼓勵 然後我們做得更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想要教人 因為 上一場的聊著在線上 然後我也要花一個面車 所以 如果要教人可以聊一下這樣子 謝謝 對 有沒有這樣 有 有 目前 我們 大概 安慰可以 保存一下 他在旧約跟新約的聖經都是已經搬好了 但是他直接在聖經的應該五十六十的發展 但是在我比較 我是一個教會的牧師 但是我讀的那個阿妹也是很多 但是他在讀的東西都是聖經裡面的記錄 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但是尤其是文化的部分阿 那個歷史故事阿 那個就很少有記錄 那是有但是都是華語的部分 都是華語 可是沒有從自己的語言來講 去寫出他的文化 大歷史阿什麼的部分是很缺缺的部分 還好我們這個團隊都有寫的 不管是維基百科的每一個國家的介紹 或者是文化的一些地民阿 在做這樣的一個所進行的工作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台語的文化有客人 他們有在做我們這些 而且我們當時有時候會碰到一些車輪的話 我們都會在那裡的 有時候在那裡的 也不照面 有時候會在那裡的 有時候會在那裡的 還是有 比如說我們講的阿美族 有些人跟阿美師 都講 有些人講的反戰 但是華臨跟台東 有些地方裡面有 我們就 阿美族就有一個 比如說南村阿美 秋波蘭阿美 海安阿美 馬蘭阿美跟 澎春阿美 大概有很多的地方裡面會 跟澎春阿美的地方裡面會有一些不一樣 只是說他們還是會聽得懂 但是常用語的部分 他們會有一些不同 大概將來性 我比較反對的部分 將來可能就一個語氣了 我會分成兩個語 變成五個語 目前是五個語氣 將來性就剩下一個語氣了 因為我們把那個文字 把那個語言把它文字大了以後 我們後來的那個什麼 下一代的人讀的那個語言 大概有一個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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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在做的時候 會不會是哪一個語氣方面 有兩個語言 都有 都有 所以你去看 邊境逃動的人 是 是 比如說我跟 加中韓一 叫說 我是海安阿美的 比較是著重的 比較主要的部分 是 是 OK 就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場的講 喂喂 好 我們下一場的講解在線上 但是我先確認一下 你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 可以齁 你可以把那個麥克風打開 哈哈 你有把麥克風打開了 等一下齁 我確認一下 我是不是沒有收到 我這邊好像沒有收到聲音 好 等我一下 有嗎 1 2 3 1 2 3 有 有 有 你的聲音有出現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 這 接下來這一場 緊接的是 請到 這個 現在住在 應該是在德國吧 德國的右上 那跟我們的分享呢 我們 剛才這個阿美族語這邊是 使用維基百科來做我們的推廣 那我們現在介紹另外一個專案 另外一種族語 這個用Wikidata 那怎麼樣來這個保存 應該是排灣語 排灣語這樣的一個方向 對 好 那我們先請 講者在線上跟我們先打聲招呼 先講幾句話好了 好 悲難悲難 抱歉 抱歉 好 嗨 大家好 沒有 我是用 不是用音樂講的 好的 希望可以增加 悲難語的能見度 然後 我會留在線上 然後我想 我會在那個 HackerMD會回答問題 好的 好 那個 等一下 那個QA時間 那個 可能要再稍微 這個 離麥克風近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影響的限制 這樣子 好 那個 德國那邊現在是 這個 夜禮 所以他也辛苦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讓他在線上過來一下 那 他已經有把這個 他的 演講錄成 影片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播放影片的形式來處理 好 正好等到這個結束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Hello Everyone Today's my topic is how can we utilize Wikidata to protect Puyuma an endanger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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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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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aiwan have recorded the Puyuma language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across the many Puyuma dial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upon the current Puyuma dictionaries and common textbooks I am working on a strategy that includes Firstly A lexicographical based growth service database Secondly Mapping And Thirdly Potential linguist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use For the tools from Wikidata and Wikipedia Yup Here is my content page Well You can see that Firstly I will be speaking on the existing non-link open dataset Secondly Search result Under Wikidata tool So there are Glam Locators S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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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 Wikidata And Lacy Graphical data How to edit Wikidata P Q Sparkle For this concept Q&A session And lastly The end of our discussion And here are the existing data about Puyuma So you can see there are four links First one This is from And This i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That has also created this project And in this project There are digitalized pictures And Of all the 16 tribes They are based in Taiwan And secondly This is A database This is called Do It